每年的七八月间,日本滋贺县的琵琶湖上会举办人力飞机大赛 该赛事从1977年延续至今 已成为日本各大学和航空爱好者自制人力飞机的竞技场 速度及航程记录被一再刷新 去年7月29日的比赛中 这架人力飞机完成了两段18公里和两段17公里航线 只差18米就回到起点 但骑手因大风,体力耗尽出水 与70公里距离认证,失之交臂 在这场残酷的飞行效率争斗战中 大阪工业大学特立独行 他们采用了配重平衡的单叶螺旋桨 想据此提高螺旋桨效率,延长流空时间 究其原理,由于桨叶可看成旋转的机翼 在来流中除了产生生力和阻力 叶间也在制造上悬的涡流 这些涡流不断脱离并扩大 就会使后面的叶间涡流叠加增强 致使该叶片生力后偏诱导阻力增大 因此更多的叶片虽然出力更大 但效率更低 只有单叶片才能免受其他叶片的 叶间涡流和尾流影响 获得最高效率 但一个叶片又会使桨轴受到弯曲 转动时产生强烈震动 这又该如何解决呢 对单叶桨的震动问题 上世纪30年代 美国人埃福茨进行了专门研究 并发明了一种摆动式单叶桨 不仅解决了震动问题 还顺便实现了自动变距 可通过桨盘的负荷变化 强制发动机维持在最佳转速 1937年 这款摆动单叶桨 安装在一架G2轻型飞机上测试 结果飞机的爬升速度 比另一架安装双叶定距桨的 同款飞机提高了20% 爬高更加轻快 于是这种单叶桨 成了埃福茨螺旋桨公司的主打产品 并在G2轻型飞机上 取得了型号证书 观察发现 该螺旋桨的桨骨 可在桨轴套管上摆动 摆动轴与桨根轴线 呈一定夹角 造成叶间向前摆动时 叶片逻距减小 向后摆动时 则逻距增大 同时 桨叶和配重锤的重心 分布在桨轴两侧 使桨盘达到动平衡 工作时 叶片升力产生 向前摆动的力举 推动桨轴两侧置心 前后错位 导致置心受到离心力 又对叶片产生了回正力矩 由于两个力矩能相互抵消 使桨轴不受弯矩 因此 桨盘振动明显减弱 同时 使叶片自行稳定在一定的前片距离上旋转 不仅如此 当叶片前片距离增大时 罗矩就在减小 因此 拉力产生的偏摆力矩 随着桨间前片距离增大而减小 但两侧离心力产生的回正力矩 却随着前片距离增大而增大 二者相等时 叶片就稳定在某个前片位置 此时 发动机加油提速 则回正力矩的变化 快于偏摆力矩 使焦点左移 叶片向后摆动 逻距增大 而发动机收有减速 则焦点右移 使叶片向前摆动 逻距减小 因此 发动机加减油门 会引起叶片逻距同步增减 于是 桨盘因自动变距而发生的负荷改变 就迫使发动机维持在了最佳转速 所以 该螺旋桨转速基本不变 只有出力随着油门大小而增减 动力不足的G2飞机 合逾于单页桨和发动机的效率提高 使飞机性能明显改善 这款摆动式单页桨卖出了上百套 至今还在驱动稀有的G2飞机飞行 而大阪工大的航母队显然也知道此事 于是将这种自动变距单页桨移植到了人力飞机上 由于叶片能自行保持最佳转速 使效率进一步提高 在相同处理下 它比双叶定居桨消耗的馒头更少 但缺点是 一个叶片拉力有限 导致登飞机的骑手有力使不出 结果登了几公里 遇见打头风 只能眼睁睁进入失速而无可奈何 因此 想在腰风四起的琵琶湖上飞完70公里航线 无论对飞机还是登车子的人 都是效率和动力的终极考验